最近零售股大部分都上升 除了蓝筹股的失捷之外 因为失捷的主要的业务是在欧洲 尤其是德国 那么德国的业务不是太好的时候 就拖累到整个集团去年的盈利下跌 那么投资者对他的展望前景 还是并不是这么乐观 所以看起来我看股价还会要下跌 我看要等到下跌到40块钱以下了 才可以买进了